我们的物质对导电来说呢 我们大体上分成两种 一个就是导体 一个就是绝缘体 绝缘体就是界电值 我们现在先把这一张的title 我们先写一下物质内的电厂 物质内的电厂 我们第一个介绍的就是极化作用 第四张的第一个就是极化 就是polarization极化 我们现在看这个界电值 第一个我们看这个界电值 就是dielectric 我们以前讲过导体 导体它是有一个原子核 原子核里面呢 它有P一个proton 然后旁边按照这个bore的轨道排列 一层一层的排列 那么它总共呢 也有这个electron 它这个个数跟这个是一样 各数跟这个一样 proton跟electron 是一样的树木 因此整体说起来呢 它是中性的 不过导体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最外层的这个电子 跟原子核之间的这个牵引力 非常的小 非常小 你只要有一点点的这个 比如说电厂朝这一边 这个电荷就受一个这样的力 它就会离开这个原子 离开原子 这个就是导体的特性 如果说这个地方是 如果这是绝缘体的话 就是说看起来都一样 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最外层的这个电子 跟原子核之间的牵引力 有一定的强度 它可以承受某一个大小的电厂 它的力不会把它移走 只是会影响到它 不会把它从这个原子 这个原子移开 那么这个我们就称它叫做 借电值 借电值 它的差别就在这里 就是说借电值的这个 最外层的电子 受电厂的影响 它是有影响 但是不至于离开这个原子 不至于离开这个原子 那受电厂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 我们说 它我们可以分作两种状况来讲 一个就是你这个 我们说这个 我们说这个 借电值 在外加电厂中 在外加电厂里面的时候 它的原子会有两种 两种这个影响的关系 第一种的影响啊 是非极性的 我们说这个 非极性 我们先把它一般的写出来好了 一般的写出来 那么 它的影响就是说 它的负电 跟正电 会因电厂的关系啊 而错开 本来呢 整体看起来是中性的 对不对 没有电厂 可是你一旦把它 放在外加电厂里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正电和负电荷就错开了 我们等等再讲它错开的原因 错开的话呢 于是啊 它这个地方就会产生一个电的偶极矩 会产生一个电的偶极矩 这个用小写着P 那电偶极矩跟电厂 是有关系的 它正比于电厂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常数 有一个常数 OK 就说 它的中 这个 会 会被拉开 会被拉开 那现在我们 我们说这个原子啊 通常就是我们把它分成 原子或者是分子啊 一个叫做 无极性的 无极性的分子 就是说它原来啊 它的结构啊 它的电荷 都是球状对称 这是原子核 原子核呢 它的正电啊 也是球状对称 所以中心在这里 正电的中心在这里 那负电呢 它的排列也是 球状的 负电的中心也在这里 负电的中心也在这里 正电的中心也在这里 所以呢 它是中性的 但是摆在外交电厂里头 以后啊 它正负电荷的中心呢 就被拉开了 它就变成这样子 我们假定 负电 跟正电 拉开了 我们呢 画的稍微 夸张一点 我们就把它画在 这是负电 负电 正电 我们就把它画在这里好了 OK 画在这里 这个 因为它这个在电厂里面呢 它受一个力 这个力呢 是往这边拉它 往这边 这个力往这边拉它 于是就错开一点 我们现在 因为这是电子云 我们就当作说 这个云呢 电子云还是球形的 只是它的原子核被移到这个地方来了 是这个样子 于是这里就会产生一个P 这种状态就是正电负电被拉开 拉开一点 OK 那么 这个alpha alpha我们称它叫做 atomic polarizability alpha 是一个常数 一个常数 不过这个常数跟结构有关 这个常数 这个与原子或者分子的结构有关 像是我们有一些这个值 像书上有一个表 比如说 轻 healing lithym 离 我们把这些元素写出来 这个alpha 这个alpha值是0.667 这个是0.205 这个是24.3 这个是5.60 这个是1.76 0.396 那24.1 argon 1.64 甲 43.4 最后一个是59.6 都不一样 他们这个atomic polarizability 不一样 好 现在我们就来 计算一下 计算一个 这个atomic polarizability 假如说 我有一个原子的模型 现在有一个原子模型 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电子云 电子云 OK 它的正电荷在这里 负电荷也在这里 负电荷也在这里 它原来这个地方是半径是A 正电荷负电荷都在一起 正电荷负电荷都在一起 正Q 负Q 当我加上电荷以后 加上电荷以后呢 我们假设这个是 提出是球状分布 球状分布 好 后来 就变成这样子 负电 我们假设还在这里 正电移到这个地方来了 移了一个多远呢 假设这个 向量是低远 向量是低远 那这个是负Q 这个是正Q 正Q 如果被移成这个样子 我们要问它的 atomic polarizability 是多少 那我们就 我们就来这个 计算一下 怎么算法呢 我们先看这个 它极化以后 它的偶极矩 是等于 偶极矩 是等于 α 乘上1 跟外加电厂有关 我们就把这个算出来 然后电厂已经知道嘛 α就可以求了 对不对 好 无极性 就是说 它原来 原来没有正极负极 分开的 就是说 你看起来 它原来是什么 中性的 OK 这个中性的 这是电子云 就是说 它的电子 不是分成轨道 一层一层的轨道吗 一层一层的轨道 但是它都是spherical symmetry spherical symmetry 我们在外面要看它的电厂的话 根据高斯定律不是说 这些 你可以把这些电荷当作集中在 球星 把它看成点电荷 对不对 有没有讲过这个 如果是球状堆称的电荷 球状堆称的电荷 在这个电荷区外面求电厂 高斯定律不是告诉你可以这么做吗 所有的电荷都当作是集中在球星 把它视为点电荷来看待 OK 所以负电荷在这里 那原子核很小很小也是在这里了 这两个正电负电在一起 所以我们不觉得它好像是一个电偶级 电偶级就会产生电厂 你不是电偶级呢 像这样总电量是零 但是它又在一起 那么就是没有电厂 叫做无极性 我们现在要算这个 先算这个 我们怎么算法呢 我们就算 这个点电荷跑到这里来了 它是在这个球状对称的这个 电子云的这一边 这是球状对称 球状对称 球状对称 我们当作它是均匀分布好了 均匀分布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电厂是多少 在这个地方距离它低远 这个地方的电厂是多大 这不是那个一 这个一我们写成这个 external 这个一 就是这个里头的 这个里头的一 OK 我们写一 静电厂 由负电产生的静电厂 根据我们以前算出来 用高斯定律就可以算 因为它是spherical symmetry 它是4π epsilon 0 以前是写成什么 R三次方 QR 有没有 以前是不是写成这个样子 现在呢 它的半径是A A三次方 它距离这个圆点的地方 是D远 这里就是D 因为它是负电 所以是这个 这个是负电中心 D远处的电厂 D远处的电厂 这个 这个要加一个R 我们把这个 当作是一个 方向好了 这个方向 那么我们现在看 它这个D Q乘D 就是 Q乘D 它就是等于 不是 我们先说这个 先说这个好了 这个就是 因为外加电厂 它才变成这样子 它这个值 是等于负的E External Field 为什么不再拉开一点 拉这个样子 因为它 这里有一个 负的电厂 单位正电荷 在这里会受一个力 朝这边拉 你外电厂 是要往这边拉 平衡了嘛 就变成这样子嘛 这一个正负电 它的 它的偶极举 现在是等于 Q 乘上D QD的话 我们可以写成 Q 乘上D的R Univactor 我们现在把这个QD 这个关系 来带 我们说QD呢 我们直接写好了 它就等于 External Field 乘上4Pi Y0 A三次方 因为它是QD嘛 QD QD 这负负得正 QD就等于 4Pi Y0 A三次方 等于这个 我们说 这个 如果跟这个来比的话呢 它是等于 Alpha External 我们就发现 它的Alpha 这个时候是等于 4Pi Y0 A三次方 我们如果把这个 体积啊 这个体积 我们用小V来带 小V是体积 V等于什么呢 三分之四 三分之四 Pi A三方 的话 体积等于这个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写成 三倍的 我除一个三 再分子乘一个三 就是三倍的 Y0 乘上V 好 那 这个是 电子云的 体积 好 那Alpha呢 就是等于这个值 Alpha等于这个值 OK 再注明一下 好了 V 等于 三分之四 Pi A三方 好 为 负Q 电子云的 体积 好 我们就求出来 它的 Atomic Polarizability 是等于这个东西 好 那么 像这个 极化 这种结构的 这个分子 或者 原子 它极化跟方向 无关 看你电场 朝什么方向 它就朝什么方向 极化 电场朝X轴 或者电场朝Y轴 或者朝Z轴 它通通一模一样 有的东西 不是哦 它有方向性的 有的东西 分子 激化 强度 在某一方向的激化 比另外一个方向的激化 要强 我们说有些分子 的激化情形 与方向 与方向有关 例如 二氧化碳 外加电场 与它的轴平 我们先把它的画出来 二氧化碳 它是这样子的 碳原子 然后两个氧 分别在它的 两边 对称的两边 那这个就是 轴了 轴 我们假定 这个是轴 当外加电场 跟轴平行的时候 它这个 α值 跟 外加电场 与轴垂直的时候 的值 不一样 α 平行 这个代表平行 它是等于 4.5 乘10 的 负 40 次方 coulomb square meter per newton 好 当外加电场 与它的轴 垂直的时候 好 它的α perpendicular 要等于 2 乘10 的 负40次方 newton 如果 也不是垂直 也不是平行 而是有一个 角度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时候的 电场 分成两个分量 一个就是 平行分量 一个是 垂直分量 它的 这个 α值 跟这两个 分量都有关 外加电场 宇宙 宇宙 角 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 当我们电场是这样子 这个当中有一个 θ 角 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 垂直分量与平行分量 于是它的 P 就等于 alpha perpendicular 跟电场的 分量有关 再加上 alpha parallel 跟电场的平行 分量有关 OK 什么东西 单位不一样 这两个单位 我写错了 这个多写了一个平方 好 那么这个是 一种状况 如果 这个结构不像这个 这个结构有种对称性 就是在轴子这个地方 这两个 是有这种对称性 有的没有了 有的比如说 说 水 H2O H2O H O在这里 两个H是分别在这里 并不像这样子 结构完全不对称的分子 它的关系 就比较复杂 它就变成一个 这样子的 X方向 我们用小写的 它等于 alpha X X EX 再加上 alpha XY EY 再加上 alpha X Z E EZ Now PY 加上 alpha YX EX 再加上alpha YY EY 再加上alpha YZ EZ 有9项 这个等于是一个张量 等于一个张量 不过 不一定都是 这个样子 要看你啊 怎么取它的坐标 坐标轴看你怎么取 坐标轴取得好的话呢 就你取得好的话 它只剩下这三项 那就比较 比较好办 这六项都不在了 这个取决于这个坐标轴看你是怎么取 我们说九个常数 它就构成 Risability 张量 Tensor 它实际的值 实际上是怎么样 看你的轴怎么取 它的实际值 决定于坐标轴的取法 所以我们有可能的就是说取一种坐标轴 使它这个对角线以外的各项都等于零 就好像我们以前像我们要求什么电厂啊 知道某一种电荷的分布要求电厂 这也跟你取坐标轴有关呢 你坐标轴取得好 那就很容易算 坐标轴取得不好 就是你原点取得不好 你的轴也取得不好 就是你坐标是取这个圆柱坐标 还是球坐标 还是迪卡坐标呢 你坐标取得不对的话 你也是很难做 做出来这个很麻烦很麻烦 那么所以我们有可能 借座选取 我们可以选某一个坐标轴 使这个张亮中对角线以外的各项为零 所以它只剩下对角线这三个 这个叫Principal polarizability 好像我们这个转动惯量 转动惯量 我们不是转动惯量 我们讲这个角动量 一个物体的角动量 跟它的Omega呢 通常都不同方向了 什么时候同方向呢 就是在这个Principal 这个少了一个字 少一个字母 主轴的时候 Principal axis 那么它的角动量 跟Omega都是同方向 那么这个也有Principal Polarization Polarizability 就剩下这个 Alpha xx Alpha yy Alpha zz 这三个 就剩下 我们取的桥的话 就是这样子 可以只剩下这三个 好 现在我们看 刚刚讲的是这个 非极性 Ampolar 叫做Ampolar Molecule Ampolar 就是非极性的物质 那现在我们讲这个Polar 极性分子 极化情形 这是Polar Molecule Polar Molecule 就是说 这个分子啊 没有外加电厂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电偶极 它本身就是一个电偶极 不需要电厂来拉开 它本来就是电偶极 像什么东西呢 你们最熟悉的 不是熟悉它电偶极 你们每天都少不了的水 水分子啊 水分子就是电偶极啊 它本身就是一个电偶极 像水分子 本身 极为电偶极 因为它的排列是这样子排列 好 这个是H 这个是伊亚 它们的轴 轴之间 加105度 如果我们 让它在这个方向 Polarized 极化 这是极化 这个跟小P不一样 小P是偶极矩 大P是Polarization 我们等等会定义什么叫Polarization 好 把这个分子放在这个 我们画成这样子好了 像这一类的分子 原先 它就是一个 我画的不好 就是说 它每一个分子都是偶极矩 不过它原先是Random Distribution 是凌乱的 凌乱的结果就是 我在外面 测不出它有电厂来 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电偶极矩 都会在外面产生电厂 但是这些电偶极矩很乱很乱 所以每一点产生的电厂 各方向都有 结果就是好像变成零一样 不过 你把它摆在电厂里头以后 每一个都会稍微的往电厂的方向旋转 每一个都会旋转 我们把它摆在外加电厂里面 我们画一个External E 好 这些就有一部分排列整齐了 不是全部都排列整齐 有一部分排列整齐了 负正 负正 它就变成这样子 这样子以后 因为都整齐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会产生 任何一个位置会产生电厂 于是它就产生电厂 我们就说这个物质 它可以产生电厂 好 现在我们就看这个 它在外面产生的电厂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电偶级 我们一个一个看 在均匀电厂里的时候 我们可以画一个正Q负Q 比如说这是一个像这个样子的 正Q负Q 分开 那么我们以它的中心作为参考点 中心作为参考点 那么从这里 往这个地方 低 从负电到正电的距离 这个向量我们称它叫做低 叫做低 好 那现在的电厂 那现在的电厂呢 我们假定呢 是朝这个方向 电厂都是朝这个方向 于是这个分子啊 这两个电荷就要受力了 这两个电荷受力呢 是这样子的力 这一边就受一个Q1的力 受个Q1的力 这个是等于F plus 这个就受一个负Q1的力 好 这个是等于F minus 这个时候我们说它的合力 好 我们说它在均匀电厂里面会有什么现象 我们先看它受力的状况 好 合力 Sigma F是等于F plus 加上F minus 好 这个是等于Q1 再加上一个负Q1 等于0 好 我们知道 一个物体所受的合力等于0 这个物体的运动状态是怎么样 你们普通物理告诉你 有什么运动状态 它是移动平衡嘛 对不对 它的指点 直心 直心 没有加速度 直心的运动状态保持一定 原来不动就不动 原来在移动的就做等速直线运动 这个叫做Translational Equilibrium 这叫做移动平衡 好 我们再看它的合力举 我们以欧点为参考 这个就是代表那个欧点 它是等于R plus cross F plus R plus是哪一段呢 R plus就是这一段 从这里 欧点往这边 这是R plus 好 往这一边 这个是R minus R minus 它是根据TALK的定义就是这样子 再加上R minus cross F minus 我们把这个写出来 这R的大小是等于二分之第一 二分之第一 R plus跟第一的方向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写成二分之第一 Cross 这个是等于QE 加上这个是负二分之第一 因为R minus方向跟R 跟D的方向相反 大小又是二分之第一 所以这是Cross 负QE 我们发现这个等于多少呢 这个负负也得正了 这两个都是一样的 所以它是等于QD cross E QD是等于Diple Moment 等于E Diple Moment 所以呢 它的合力矩啊 不是零 合力矩不是零 合力矩是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 这个就是它的Diple 它的Diple是这个方向 这是D 对不对 它的Diple啊 Diple就是这个方向 Diple 好 这个是等于Q乘上D Diple Diple Moment Electric Diple Moment 好 这个很重要 这个在普屋其实都学过了 好 它合力等于零 是它的移动平衡 合力矩 合力矩不等于零 那就表示啊 它转动不平衡 它转动不平衡 OK 除非你这个Q是这样子 负Q 正Q 而你的E也是这个方向 E也是这个方向 这个时候啊 都平衡了 转动也平衡 移动也平衡 否则的话 它只要不是这个方向 斜的 就是会转动不平衡 正的这个电场的方向 如果本来是这样 它会变成这样子 它这里震荡 然后最后变成这个方向 最后它的P 变成这个方向 好 这个是均匀电场 如果电场不均匀的话呢 那就是说 它Q 这个地方的电场 跟负Q 这个地方的电场 不一样怎么办 电偶机在 不均匀的电场中 好 那我们说 我们可以画一下 这代表正电荷 这个地方的电场 这个代表 负电荷 这个地方的电场 我把这个写上去一点 这叫写力 这个也写上去一点 E minus 这两个不一样 于是他们就会受力 怕受力呢 就是一个朝这边的力 F plus 要等于Q 乘上E plus 好 这个朝这边 那F minus 它要等于负Q 这样子的 好 那么我们说 它的total electric field total force 合理 还是这两个加起来 不过这两个加起来 不是零哦 它是等于 Q E plus 再减掉 E E minus 我们令这两个 不一样大小 不一样 那我们就乘上一个 Delta E 如果一样的话 就是零了 对不对 它现在不一样 变成Delta E Delta E是正极电场 与负极电场的差 我们注明一下 我们不要写字 就写这样就好了 E等于E plus 减掉一个E minus minus 好 我们现在有一个 假设 假设 D 的 这个距离 很短 假设 假设这个d 非常非常小 非常小的话 这两个非常靠近 对不对 非常靠近 所以 E plus 跟E minus 它的差 也很小 很小 也是一个非常小 小到什么地步呢 我们可以把Delta E 当做是 D 1 当做是D 1 就是 把它当做是一个 极限值了 假设 2 极 是 距离 甚 小 甚 小 也 也就是说 D 呢 非常的 小 好 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 E plus 跟E minus 并差不了多少 差不了多少 则 我们说 Delta E Delta E 我们可以把它 Delta E 我们可以把它 看成 变成 D E D 就是 Take limit 这个距离 approaches Zero 那么 这个变成 这样子的 变成这样以后啊 我们就可以把三个 我们看它的分量 于是 Delta X 我们写 我们写这样好了 既然很小 这就是D 这是一个存量 这是E的 X分量 以前我们在讲这个 gradient的时候 有没有讲过这个 DF等于什么 DF等于什么 Gradient F dot DL 对不对 这很重要 这个重要都不得了 这一定要 你做梦都要讲得出来 要熟到这个样子 所以 所以它呢 就可以把它 当成是 Gradient EX EX dot 现在的DL 就是这个D 就是这个D OK 就是这个D 我们写 就写成这个D 就好了 DL 好 那么 D E Y 就等于 Gradient EY dot DL 然后 D E Z 它也等于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电场啊 我们 我们干脆把这个写成 DL就相当于这个 这很小很小的时候 可以 可以存在 OK 好 于是我们就 它是等于 I 用D卡坐标表示 J EY 再加上K Delta EZ 然后我们把 Delta EX Delta EY Delta EZ 用这个带 用这个带 OK 底下 蛮长的 我们今天就先写到这里 下一次我再来 做以下的结果